迎接圣诞节跨年越来越多民众要出国度过节日 但真的太久没出国了该小心的都没注意 一名女网友po文与老公前往印尼旅游 在淘姬报道时被告知护照效期未满六个月 将无法入境 她赶紧到领事局淘姬办事处临时办理 需要两寸照片两张旧护照身份证 以及费用四千九百元 最后也没搭上原本的班机 并表示费用真的超贵写的教训 我觉得还是尽早来办吧 就是出国前就要先确认一下效期的部分 注意这个方面 如果逼不得已的话 举例来说像是印尼泰国入境护照效期都需满六个月 但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如此 像是国人常去的日本英国 没这么严格规定 韩国也是但条件是需持有回程机票 但真的要临时办护照 切记淘姬是以急难救助情况才会协助办理 只符合护照没过期 只是效期不足六个月 还有已开票班机定位者才有机会申办 只是近两个月临时办护照增到六十件 临事局也呼吁千万别搞到最后这一步 毕竟一般护照申办款发四个工作天 其实只要一千三百元 若今天办明天取舰需花两千两百元 但真的逼到要到机场办急舰需要付出四千九百元的代价 出国前民众还是要多细心检查效期才能快的出门 就如篇解杨宗彦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还蛮知名的叶家小卷米粉 八月才登上了必比登推荐榜单 没想到老板娘无预警的宣布 从明年一月开始歇业 何时回归还不确定 热腾腾的小卷米粉 香甜的汤头再搭配新鲜小卷 每天都是大排长龙 不少外地游客排队朝圣想要品尝 但是老板娘天文宣布 由于常年积劳成疾 她决定要好好休养了 从明年元旦开始停业 至少休息两到三个月 但是呢到底什么时候回归 还没有办法确定 消息一出不少老顾客震惊 就怕再也吃不到 拜托老板娘一定要回来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用小鱼干熬至汤头 接着放入味噌豆腐 最后撒上葱花 寒流来及喝上一碗热乎乎的 味噌豆腐汤 身体都暖了起来 但正在减肥控制体重的人 到底能喝什么汤 蛤蜊汤啊 或者是紫菜蛋花汤 甚至是萝卜玉米汤 都是满清爽的 其实满适合大众来喝 营养师分享减重的雷响汤品 像是青菜豆腐汤 番茄蛋花汤 紫菜汤或是蛤蜊汤 怎么喝都不会胖 比较一下几种汤品的热量 其中味噌豆腐汤热量只有60大卡 姜丝蛤蜊汤热量更低 只有55大卡 像味噌豆腐汤本身 因为它虽然热量也是偏低的 但是它的吶含量是高的 所以如果你喝太多的话 反而容易造成水肿的状况 这些汤共同的特色就是汤底清淡 食材也比较天然 虽然热量较低 但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除了清汤类 其他像是较清淡的排骨汤 鸡汤味噌汤都还不错 但千万别喝豆地雷汤品 像是麻油鸡汤 每碗近450大卡 近两碗饭的热量 玉米浓汤190大卡 酸辣汤155大卡 酸辣汤或是玉米浓汤 基本上它都是有勾芡 就是淀粉类含量比较高的汤底 那尤其是血糖偏高 或糖尿病的人 因为这些勾芡的东西 会让我们血糖迅速上升 学会煮出一锅好汤 才能在冬天喝得优雅又健康 记者余盛琴成交轮 台北彩虹不懂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 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